字幕组 架拍是羽毛球当中最重要的也是好多人每次打球提醒你的尤其是你的教练 然后你们一直搞不懂我去架拍应该怎么样去做 所以今天我一句话就告诉你的架拍其实就是一个V字形 所以你看你架拍的时候你的正手像不像V字形是拍手 你看我的大臂和小臂它就像一个V字形只是箭头的方向会朝着 反手架拍你们注意看大臂和小臂像不像一个V字形只是箭头的方向会往下 如果是平抽架拍像不像一个V字形 所以不要听什么网上那些教练跟你讲哎呀架拍应该这样那样 没有这么复杂就V字形就好至于这个拍面应该朝哪你朝前朝外朝更加外都可以 打上去物就行了嘛不要想那么复杂越聪明的人越简单 好 所有的变化你一定是要保持一致性 这样你的对手才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所以不管是平抽还是变化挡往前 你们的意志性一定要有所以去的时候要给人家感觉你要平抽 所以你要有一个架拍架完拍了以后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变化是好像要发力抽一样 但是你最后一瞬间收起来一收把这一个回拍的速度还有把这个感觉放慢 它的感觉就像类似这个收掉的意思一样哈 所以这个是加速了这个就是变化所以你们的变化的前提一定是你的动作的一致性到位了以后你的对手才不敢轻易乱动 如果说你的动作一致性没有的话这个时候就别谈变化了这个就是羽毛球精髓 广义让广大的球友收益